起康新出走 盡大街四處去復興 希望今年一切送我回歸 今年就是豬年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擔心自己的運程怎樣 我們都很擔心啊 師傅 是 是 是 不用怕 今天我們請到光雲奇關 師傅來打救我們 師傅 你要打救我的事業線 不是 不是 是事業運才對 喔 你的事業線很長 是 是 夠長 要再長一點 我熟悉的 我也是 師傅 是 是 是 我熟悉的 師傅 你要趕快 行…不用急…慢慢來 我們快點 師傅 是 我們是熟暑的 究竟今年的暑年會是怎樣 熟暑的朋友經過去年 一般來說我們叫一般 今年熟暑的朋友是非常好的 因為今年有貴人混傷了 所以整體在各方面都由低谷反彈 特別是今年會出現轉機 上司對你的愛護會比去年要好 一般來說 而且是靠一些貴人 所謂的做一些生意 可能主要靠大客戶 今年都有很大的幫助 很大的提升 所以今年的正財運 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這麼說 正財運好之餘 偏財運在上半年 算是非常之不錯 但是記住了 我們說不要太貪心 不要太進取 如果你去年不是太理想 今年你想薄一點 是可以的 下半年要小心 我們叫做樂極生悲 我們叫陰溝女翻船 就是說如果你做得比較好的時間 反而你太進取 偏財運 今年下半年會突然變得很悲慘 所以今年不要太薄了 另外 桃花運今年也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你是沒有恩怨 今年恩怨運是非常之理想的 但是記住了 又不要三心兩意 今年容易會有一腳踏兩腳的情況 到時兩頭不到我便得不上失了 另外要留意了 今年的家財運也是一般的 今年自己的健康運算是可以的 但是家人比較多病 還有家人多麻煩的事悲之類的出現 容易有家居上的一些引致 例如壞電器 又或者家人的毛病 最引致要破財 所以這些都需要留意 其實今年我應該會發達的 謝謝你師傅 謝謝 謝謝